队伍大排长龙 不是穿西装 就是着套装 全都是来参加 法国总统马克宏 为美国总统拜登 举办的隆重国宴 现场可说是众星云集 像是法国前总统萨科奇 和他名模歌手老婆卡拉布鲁尼 还有顶着大帽子 美国歌手菲瑞威廉斯 LVMH集团老板阿尔诺 以及开云集团CEO皮诺特 和他妻子好莱坞女星 萨姆海耶克等人 一同来共享盛举 台下相互干杯 与会的镇上名流 掌声响起 晚夜上美法元首 强调民主 事实上在这之前 就举行双边会谈 更共同发表联合声明 除了强调乌恶中东 和经济问题外 拜登也特别提到 印太自由航行 透明治理 公平贸易等议题 虽然没点名 但似乎就是 暗指中国大陆 拜登的第一次法国国事访问 一路上不断强调年轻人 要为民主停声作战 马克宏昨天还特别在凯旋门 以军力的方式欢迎拜登 两人为无名战事墓献花点火 确实随着国际地缘政治 越来越紧张下 白宫国安会议官员就透露 美国可能不得不再近几年 部署更多战略核武 借此抗核中俄等对手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